听众姐妹 早安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向祢感谢 今天早上 主我们真的恳求祢 透过祢仆人的口 能够将祢的道 这样的话 能够传讲得清楚 明白有力量 也让所有的人 我们心向祢打开 以至于我们吃喝神的话 就得力量 愿主恩高我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 哥林多后书 大家对哥林多后书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真的 这是一件很棒的书 那我们今天要讲 第八第九章 讲到主工人与词汇事工 词汇事工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就是帮助贫穷人的事工 对象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那前几周 我们讲到主工人的事奉 是安慰的时事 是无条件表明主爱的事奉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 主工人的事奉 是词汇的事奉 这跟前面所讲的 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们认为 词汇事工只是福音御工 是为了传福音之前 做的一个预备 言下之意呢 词汇事工有做很好 这样教会传福音 就会很有果效 但是如果教会 已经传福音很有果效的话 那也就可以不用做 这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今天要从这两章圣经 跟大家讨论 教会为什么要做词汇事工 以及做词汇事工的原则 那教会为什么要做词汇事工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词汇事工是上帝的心意 词汇事工是上帝的心意 好 请看头影片 词汇事工是上帝的心意 天父的心就是无条件 舍己帮助贫穷人 那其实原本天父 造伊甸园的时候 里面有没有贫穷啊 没有贫穷的 因为上帝把万有都给了我们 让我们尽情地享受 而且能够彼此分享 如今世人活在最终 才有各样的贫穷 但是天父依然继续 不停止地分享 甚至分享到一个地步 把祂儿子耶稣基督 都给了我们这些 因为罪而进入贫穷的人 使我们脱离罪 脱离贫穷 享受祂儿子耶稣基督 那美好的生命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保罗清楚地指出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要使我们脱离 身心性灵各样的贫穷 请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一起来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本来是尊贵荣耀 富足丰富的上帝 却愿意为我们成为人 取了儒婆的形象 最终祂被钉在十字架上 给所有信靠祂的人 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 包括罪得赦免 得到神儿子名分 还有就是得到那永恒的基业 所以原本贫穷可怜的罪人 如今因耶稣基督的死而成为富足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使这些贫穷人成为富足 包括身心灵各样的富足 还有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祂说 耶稣来就是要关心 并且帮助那些在各样贫穷 各样受压制的人 上帝不能够忍受祂的儿女 活在贫穷 被辱 瞎眼 受压制的当中 上帝不能够忍受祂的儿女 在各样的贫穷当中 祂来就是要使祂的儿女们富足 并且要使祂的儿女们 能够去分享富足 因为祂是富足的上帝 是分享的上帝 是破除贫穷的上帝 你阿们吗 好像不太阿们 阿们吗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从过去到现在 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 祂一直交代祂的儿女们 要照顾孤儿寡妇 儒仆跟寄居的人 你记不记得 如果你曾经读过生命记 其中有一节圣经 它说 你在田里面收割庄稼 若忘了一捆 要不要回去再拿 不可回去再拿 为什么不要去拿 有点浪费不环保 为什么 因为要留给寄居跟孤儿寡妇 这种身心灵各样的贫穷中 因为祂是富足的上帝 是破除贫穷咒诅的上帝 所以做慈悔事工是上帝的心意 而这也是上帝吩咐使徒 吩咐教会 吩咐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刚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台书第二章那里 保罗信主之后过了十多年 他上到耶路撒冷和那些有名望的使徒 会面包括雅各 彼得 约翰等等 那些使徒提醒保罗怎么样 提醒保罗你一定要纪念穷人 而这本来就是保罗热心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使徒们他们一致的一个信念 就是要关心贫穷人 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而且你知道上帝这样做 上帝就拆使徒们也这样做 当然教会也要这样做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为了鼓励教会做慈悔事工 他除了用耶稣基督的例子之外 他还举了谁的例子 举了马其顿众教会的例子 他们是在患难中 在极贫穷之中 他们格外显出乐捐的后恩 什么叫做显出格外乐捐的后恩 这就好像我们推动出手果子的奉献一样 是在十一奉献之外 格外的奉献去帮助服侍那些贫穷人 但是请注意 保罗在这里要我们看 马其顿的众教会的例子 是不是看他们有很了不起 是看他们做得很棒 重点不是在这里 保罗要他们看马其顿众教会的例子 是要让他们看见上帝的恩典 以及看见上帝的旨意 第五章第一节说 弟兄们 我把上帝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意思是说 做慈悔事工不是教会很了不起 乃是神给教会的恩典 阿们 还有呢 第五节那里说 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着上帝的旨意 所以教会做慈悔事工 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做慈悔事工 就会离上帝的旨意越来越远 你同意吗 那我们也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事实上上帝就是透过教会 做慈悔事工来祝福我们 并且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 今天很多教会把慈悔事工矮化 他们认为传福音比照顾贫穷人更重要 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叶 西方很多的教会 他们受了自由派的影响 他们不信圣经 他们也不信神迹 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上天堂 这叫做普世论 普救论 他们认为教会不应该 不需要传福音 因为所有人都会上天堂 教会要做的是什么 教会要做的只是照顾贫穷人 那么福音派的教会觉得 这些自由派教会所说的 这些是异端 普救论是异端 所以福音派教会就认为说 更加需要强调传福音 而且他们所做的 我们就不做 虽然还是有很多福音派教会 从事慈悔事工 可是他们却把慈悔事工 就当做什么 当做福音御工 也就是说他们关心贫穷人的时候 他们心中更大怀的目标 就是要使对方一定要信主受洗 在我过去服事三十多年当中 我听过不少教会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记不记得在四川的 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有些中国的教会去做词汇 他们有两种标准 要信耶稣的发两百 不信耶稣的发一百 这个教会很明显就是 把慈悔事工当做一种传福音的工具 你要信耶稣 这是一种福音御工 你要信耶稣 我多给你一点恩典 你不信耶稣 那你就在旁边看着我们就好了 当然看重传福音 令人信耶稣是好事 一边做慈悔事工 一边带人信耶稣 那也不是坏事 但是福音派的教会 发展出这种福音御工的这个词 就大有问题 因为福音御工这个词 已经把慈悔事工当做了 是工具当做是一种手段 没有掌握到慈悔事工 本身就是福音的彰显 就是无条件爱的表明 假如一个贫穷人 他不愿信耶稣 我们就不关心他 应该不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再使用 福音御工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的背后 隐藏着功利主义 那慈悔事工不是福音御工 慈悔事工本身就是 活出上帝无条件爱的事工 是上帝的旨意 是一个阴性真意的人 必然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的 对待任何人 你同意吗 圣经里面提到说 提到说这个上帝 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谁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谁 不义的人 所以我们要提醒 我们要知道 上帝不是在 我们做得很好 不是我们信耶稣说 才赐恩给我们 上帝乃是无条件爱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 慈悔事工不是福音御工 慈悔事工本身就是福音的事工 就是安慰的事工 就是无条件表明神爱的事工 慈悔事工是上帝的心意 是教会的本业 不是副业 我记得我好多年前 那个时候 我还在台北真理堂 那时候担任 爱网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慈悔事工 那我有一位 我们有一位全职的同工 叫翁翠霞姐妹 那他在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有一个负担 神给他一个意象 要向贫穷人 做宣教的意象 后来他有机会来到爱网做 全时间的慈悔事工的一个同工 那他做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跟着我去 中永和真理堂 做弱势家庭的客服班 之后他就去缅甸做宣教士 后来缅甸因为发生一些战争 他们就回台湾 专门做什么 专门做在台免生的慈悔事工 前几天我就问他说 那几年你在爱网做慈悔事工 对你后来做缅甸的宣教士 有什么帮助 他说他因为先来爱网做慈悔事工 目标就是关心贫穷人 让他学习到无条件的爱 他说如果他当时 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全职事工 他可能一定会把这个传福音 当做目标 而当他寄置的传福音 反而会让别人有压力 自己也会很有压力 可是后来他发现 他是因为先在爱网做慈悔事工 他的目标就去爱他们 服务他们 以至于当他做宣教士的时候 他也是以无条件的爱来服务 来作为他的侍奉的目标 反而让别人更容易信耶稣 现在他回台湾 做在台免生的宣教工作 让他们每一个星期 他们的团队会到几个学校里面 去关心这些在台的免生 他们接触这些免生 他们不是把传福音当做目标 而是爱他们 服务他们 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 种种的困难为目标 比如说有经济需要的 有生活适应困难的 他们就帮他们找资源 募款 然后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 而这些免生就感觉很被爱 他们就很喜欢参加小组 他们大约服务一个学期之后 他们才开始跟这些免生们 一起上启发课程 目前他说有五六十位 比他们在缅甸做的还更新盛 有五六十位的免生 参加在各个学校里面的免生小组 有很多的免生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信耶稣 他们说 这个跟他们过去所接触的基督徒 很不一样 因为过去 他们感觉基督徒都是 拉人去信耶稣 拉人去信教 很有压力 可是现在 却是以无条件的爱来 爱他们 跟他们做朋友 让他们很自然的 很轻松的 很自在的就能够认识耶稣 感谢主 慈慧事工 就是教会的本业 不是副业 教会应当把这种 无条件的爱当作目标 自然别人会来信耶稣 那么接着我要谈的是 我们从事慈慧事工 有什么原则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团队的原则 来跟你旁边的说 团队的原则 从事慈慧事工 最好不要一个人做 最好是有团队的原则 因为团队的优点是 可以集结很多的资源跟人力 不过呢 这个团队是要在基督身体里的团队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会有一个奇妙的特点 就是上帝 就是圣灵会把很深 无条件的爱 浇灌在他的教会当中 因为圣灵会把一些的丰盛 赐给他的教会 当教会把一切 从圣灵而来的丰盛 服侍这个世界的时候 上帝会得到荣耀 世人也会了解什么是基督 无条件的爱 他们才会懂得福音 也才会进一步的渴慕 来信耶稣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 去进行各样的词汇事工 包括马其顿的众教会 以及哥林多教会 还有呢 透过教会的团队侍奉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什么 就是彼此保护 为了行光明的事情 让众人可以信赖 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 第八章那里 保罗派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来进行 所有奉献的行政事务 包括去收奉献 包括去传递奉献等等 这团队包括了提多 对不对 还有包括了另外两位 众教会所挑选的弟兄 他们都是热心 并且行光明事情的人 他们在许多事情上 受过试验 他们都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教会的代表 其中这里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也是什么 基督的荣耀 所以教会一定要挑选 那些忠心良善的人 成为一个团队 一起来进行 词汇事工的各种行政事务 好让众人的爱心奉献 可以真正用在 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 免得众人的词汇奉献 被不合适的人夺走 那么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 教会会受亏损 上帝的名受羞辱 所以上帝要我们透过 基督的身体教会 来做词汇事工 一方面因为教会是 有基督无条件爱的团体 然后另外一方面 透过教会 忠心良善的团队 做光明的事情 让众人的爱心奉献 能够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让众人可以信赖 感谢主在真理堂上帝 兴起了很多的团队 专心的做词汇事工 比如说爱网基金会 他们做了客服班 或者是西海岸的词汇事工等等 还有喜乐园 香薄树等等 他们都按着上帝 给他们的负担服事 不同族群当中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 并且为他们多多的奉献 支持他们 那所以做词汇事工 做词汇事工 第一个原则 就是团队的原则 特别是教会的团队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原则是恩典的原则 来跟你旁边说恩典的原则 刚刚我们读到五章一节说 弟兄们 我们 我把上帝给 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所以这里提到 教会能够做词汇事工 是上帝的恩典 还有第九节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我们能够做词汇事工 是因为我们因耶稣而富足 我们把耶稣的恩典彰显出来 所以做词汇事工 只是把上帝的恩典 也就是无条件的爱表明出来 让服事的人 让被服事的人 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再来读九章六节好吗 一起来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里说 多重的多收 少重的少收 但是你千万不要解读说 你想要上帝的祝福吗 那你就要好好的奉献 你要车子吗 那你要奉献什么 奉献车子 你要房子吗 那你要奉献房子 多重的多收 对不对 真的有一位教会的牧师 大教会的牧师这样教导 不是我 这是什么 这是成功神学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 来解读这段圣经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解经 都应该以上帝为中心 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上帝不要我们去独享 为了要独享更多的资源 而来奉献 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是说 上帝的确要我们多多的奉献 这是多重的意思 但是多收是什么 而且它的目的是什么 多收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我们 当然包括物质的恩惠 包括心灵的恩惠 包括各种的恩惠 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 上帝把恩典 把恩惠多多的加给那些 多多奉献的人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他们更多行善 更多的施舍 阿们嘛 还有第十一节说 上帝要教他们凡事富足 请问目的是什么 也是要教他们可以多多的施舍 还有第十二节说 办这攻击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乃是要教许多人越发感谢上帝 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 上帝要我们多重的多收 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要我们更有能力的去施舍 更有能力的去做慈慧施工 最终的目的是要教许多人 因此而蒙福 而将感谢归给上帝 所以慈慧施工 不一定要以上帝为中心 一定要以上帝为中心 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来解读 多重多收的目的 不是要让我们享受 或掌握更多的资源 而是叫我们更有能力的 去服侍 去分享给别人 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这是上帝让祂的恩典 能够流通的一个方法 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做慈慧施工第二个原则 叫做恩典的原则 也就是我们要多多领受恩典 并且多多的去分享 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 叫做潘林佐 他长期的在香港服侍 那些有需要的贫困百姓 那个时候很多年前 他是在那个九龙城展 那时候还存在 在九龙城展那个地方 服侍那地方的居民 那他曾经来真理堂分享 他说什么 他说当你的冰箱充满了食物 你不必期待神迹出现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 自己拥有很多 却不愿意分享出去的话 一直存留在你自己的冰箱里面的话 那我们不可能看见上帝的工作 唯有当我们不断地给出去 才能够出现无饼二鱼的神迹 他说他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邀请很多贫穷人来吃饭 他们说他们经验到的神迹是 厨房里面的火鸡肉 一直切一直切 怎么切都切不完 哇 那个汽水一直倒 一直倒 怎么样倒都倒不完 他们说他们真的经验到 跟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 上帝喜悦他们这种 在基督身体当中 拿出自己所经验的恩典 跟别人分享的态度 而上帝亲自用神迹来祝福 来肯定他们这样的侍奉 你知道西方教会有一种聚会 叫做帕拉克 有没有听过这种聚会 帕拉克什么意思啊 就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他们都带一道菜来 那这个食物呢 往往都吃不完 每一个人只带一道菜 可是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饱足 其实教会的侍奉 就是应该这种帕拉克的侍奉 同意嘛 同意嘛 那参与这样侍奉的时候 教会会得到喜乐 我们会把许多的快乐 把许多的恩典 许多的祝福 能够跟别人分享 参与的人会喜乐 接受的人也会喜乐 所以当基督的身体 把自己所得的恩典 分享出去 无条件的给给给 世人会看见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会体会到 什么叫做基督舍己的爱 什么叫做分享的爱 也会因此而渴慕认识耶稣 盼望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帕拉克的教会 阿们吗 我们多多领受恩典 并且我们多多的去施舍 多多的去服事 多多的去分享 当我们每一个人 把这些领受的恩典 更多分享出来的时候 神经其实要领导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是让上帝 得荣耀的一个管道 最后我要分享 最实际的方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们要常常带着这种 这种写十字架笔记的精神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也就是说你每一天你要去思想 去纪念 去数算上帝对你的爱 并且每一天你要去思想 你怎么样去服事别人 分享这种十字架无条件的爱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灵命会有很大的成长 而当每一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渐渐会发现 你会处处看见上帝对自己的爱 而且每一天 你都有很多的感谢 很多的感谢 而且这会帮助你 开始学习 无条件的去分享 无条件的给予 当圣灵感动你到什么地步 你就去分享 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 我们自然而然会成为 一个potluck的教会 好多年前 我在经过别人介绍 我用电话反问一位姐妹 我听她的见证分享 她说她之前是在学校教护理的 她鼓励学生做护士 你一定要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她也让学生们看到 以前很多宣教师 他们怎么样在那些麻风病院当中 照顾那些麻风病的这些录影带 然后她问同学说 你们做护士 如果将来有需要的话 你们愿意去做吗 将来有这些需要 你们愿意去做吗 没有多久 台湾就出现了SARS的疫情 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在不在 对不对 台湾出现了SARS疫情 没有医护人员 那时候很多医护人员 不肯去和平医院去照顾 那些在SARS当中的病人 他就跟神祷告 他就跟神祷告 他就问上帝说 问上帝这样事情怎么办 上帝也问他说 那你愿意去吗 那你愿意去吗 那一天他被圣灵感动 他就决定走这十字架的路 他说他十字架笔记就是放下自己 他就主动申请去到和平医院 照顾那些病人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决定 你同意吗 因为当时SARS的感染力非常强 死亡率非常的高 而就在他照顾病人过程当中 他真的被感染了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处在死亡的边缘当中 但是感谢上帝 后来上帝很奇妙的医治他 那个经历让他的信心 对主信心有很大的增长 并且他知道神存留他 是为了让他在地上 能够为主而活 所以他决定一生要为耶稣而活 也因为这个事件 当时他所带的学生 所教过的学生 因他以自身做榜样 这种勇敢的榜样 那几年他所带的学生 一个一个信耶稣 后来到了八八水灾之后 他和一些基督徒医护人员 他们一起去到阿里山 看那些部落 他们看看当地医护关怀的 这些情况 他说那一次让他非常震撼 因为他说他在台湾 从事医护工作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情况 他说当时他们发现 有一位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 因为长期酗酒眼睛失明 他躺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面 没有人发现他 也没有理他 也不知道他病了多久 他的身上居然出现了很多 爬满了很多的蛆 奄奄一息 这位姐妹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那一天他跪下来祷告 一直哭一直哭 他不知道他能够为他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圣灵感动他说 这就是你服侍的地方 从那一天起 他聚了一群人 就开始为这些阿里山的部落祷告 他们募款 他们也请了长期的照顾人员 并且他在工作之余 他几乎每个月 每个月他都会去到阿里山 跟教会们一起合作 服侍那地需要的人 当我那次电访他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已经足足做了三年多的时间 这是什么 这就是十字架笔记 每一天我们去体会 去思想 去赎上上帝的恩典 并且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分享爱 那么每一天我们都很有机会 去遵行神的旨意做词汇事工 在真理堂有很多的词汇事工 我们看投影片 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做的 像喜乐园 喜乐园他们关心一些身心障碍的儿童 以及他们的家长们 比如说他们携手爱无限 本来是圣诞爱无限 现在携手爱无限 他们关怀这附近社区里面的贫穷人 还有像弱势家庭的客服班 他们帮助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爱心小战 他们帮助一些人能够有收入 比如说香薄树长庆事工 他们关怀年长者 还有过年前教会一定会推动寒冬送卵 还有我们也帮助穷困的学生 学费的补助 而且是高额的补助 还有西海岸的词汇事工 我们帮助很多西海岸里面 发展各样的词汇事工 还有在台免生的关怀事工等等 事实上我已经离开台北战利堂一段时间 一定还有很多新的词汇事工 是我不知道的 那我们在桃园 同样的我们也做各地 做了一些弱势家庭的词汇事工 我们有一个协会 它专门是做身心障碍的 帮助他们职场训练 并且帮他们媒合工作 我真心的盼望 我们真的好好的祷告 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我们学习马其顿的宗教会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显出格外乐均的厚恩 或者我们积极的参与在这些侍奉当中 当上帝感动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服侍到哪里 我们就顺服到哪里 我们起来祷告 好不好有一点时间 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邀请大家有两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 求圣灵光照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 我们顾我们的享受 顾我们能够享受 经历很多的恩典跟丰盛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 许多需要的人在我们周围 我们是不是有被圣灵感动 我们要去从事词汇事工 参与在词汇的团队当中 用金钱 用实际的参与来参与呢 可是我们心却不受感动 好不好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第一个向神悔改 如果我们里面心被塞住了 我们里面看不到贫穷人 我们也不愿意去参与 在这些词汇的事工上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 神的话说你们服侍贫穷人 就是借给耶和华 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光照我们的心 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 是不是很多我们塞住了那个爱心 我们忽略了起初的爱心 以至于我们不愿意给 我们不愿意去服侍在我们当中 许许多多的贫穷人 第二个祷告 我要邀请你 求神帮助你 帮助我们 真的愿意参与在教会团队当中 许多的词汇事奉 或者我们有几个人 成为一个团队发展新的词汇事奉 能够让许多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我们就只有这两个祷告 你安静在主的面前 你自己来跟神祷告